他明面上是大梁国光明司指挥使魏州 皇帝身边的宠臣众人眼中的宁臣 暗地里却是月落族少城主肖无侠 背负国仇家恨忍辱负重潜伏在朝中多年 只为调查家族被害的真相 当年齐王负责与月落和谈却死于非命 与此事有关的易干人等全部受到牵连被处死 也包括肖无侠的族人 肖无侠通过检查失手发现 只有齐王身边的一位名叫王世权的小利失手对不上 经过多番追查终于从知情人口中得知 王世权当年提前得知将或死罪 便找了一具尸体顶包 王世权从此逃到魏国改名腾锐 摇身一变成了魏国的国杖兼红炉四清 肖无侠借魏国成兵边关之际主张两国和谈 将腾锐引来大梁 意图从他口中撬出当年的真相 可腾锐身边守卫森严根本无法接近 而负责两国和谈的又是战功赫赫的见顶侯培严 明着动手肯定不行 于是肖无侠精心布局派玉莲半城武基接近腾锐 试图用美色将腾锐引到房间进行灵魂讨问 而他则在远处的树梢上注视着整个计划 可姜慈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一切 一开始肖无侠本想杀了他 划开衣服发现他身上有一本关于月落的书籍 于是便下毒威胁他闭嘴 可没想到姜慈却识破了他们的计划 看他分明对着腾锐半点情谊都没有 刚才在后院偷酒的时候 下脚碰上了 他们是有的 计划被人发现一刀扎在他的肩胛骨 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 将此眼看小命不保索性破罐子破摔 踢翻旁边的酒壶引起宴会所有人注意 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裴眼听到声响立马察觉周围有埋伏 命人扣下武基并派兵展开搜索 见玉莲身份暴露肖无侠放箭掩护玉莲逃走 随后他一掌将这个破坏他计划的女人打飞出去 将此被裴眼接住带回府中治疗 可伤势过重又重了剧毒太医也束手无策 裴眼怀疑他肯定是发现了刺客的秘密 才被对方吓死毒手 为了从将此口中找到有关刺客的线索 裴眼请来神医崔亮救他一命 经过崔亮妙手回春将此终于捡回一命 他与裴眼卫昭之间的爱恨情仇也从此拉开帷幕 星剧上线他就因壮托蒙面人暗害使臣的计划而差点丧命 好在被剑顶侯裴眼救下 将此才捡回一命 而裴眼之所以费尽心思救他 是想通过将此抓到背后破坏和谈的幕后黑手 可将此经历生死对陌生人早有防备 所以任凭裴眼如何贴心照顾 他始终不肯说实话 裴眼无奈只好将他养在府中 每日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试图获取信任从他口中得到想要的答案 就让他住在清门好胜策 他想要做什么就随他去 莫要再经到他 是 可将此却一心想要逃走 他借口想出去散心 还故意让不会武功的翠亮一同前去 想在路上找机会溜之大吉 而裴眼却想将计就计 以他为而引出破坏和谈之人 于是亲自坐镇陪他出行 他笃定对方知道将此还活着 肯定会趁此机会出来灭口 可将此又怎会放过这个逃走的机会 他假装在饭局上喝多 随后借口回房间换衣服 再造成跳河逃走的假象 等到裴眼派人出去追 他才从桌子底下钻出来 本以为这样就能摆脱裴眼的控制 可刚出来就遇到肖无侠 你能不能告诉我谁是吗 肖无侠用力挤压他的伤口 并拿出带毒的刀威胁 甚至将他吊在树上百般戏猛 却迟迟不肯取他性命 而裴眼一直没有离开 他在暗中观察着两人的一举一动 只等下属搬来救兵再拿下刺客 而这一切早在肖无侠的计划中 我要你留封遗书 可以托复人请你报仇 这是我和你的恩怨 我不会牵扯进无辜的人 就算我死 我也绝不会放过你 眼看裴眼的人将此地团团包围 肖无侠故意拿起刀 对准姜慈就要灭口 裴眼冲出来阻止 交手几招后 肖无侠在同伴的接应下快速逃走 而再次经历九死一生的姜慈 也忠于老实 答应裴眼会继续待在侯府 可他越想越不对劲 他要杀我不费摧毁之力 为何还要对我百般折磨 此话怎讲 他对我要是还不是 一会儿和我编排你 又说要让我写一书 裴眼想到腾瑞对于大师的手机向往已久 而且今夜还在装王的带领下去了于公辞 他立马想到这是中了对方的声东击西之计 看来对方今夜的目标不是姜慈而是腾瑞 他马不停蹄地感到失管 果然腾瑞在半路遭到刺客截杀 情急之下 姜慈再次破坏了肖无侠的计划 眼看腾瑞趁机逃跑又被裴眼缠上 肖无侠只好再次放弃掳人行动 而被吓坏的姜慈也准备将看到刺客手上月亮疤痕的事告诉裴眼 可还没来得及开口 他就因体内剧毒发作再次昏迷过去 而太一诊出姜慈中了苗疆之毒根本无解 只有皇上手里的护心丹才能保他一命 得知消息的未招准备破坏裴眼的囚丹计划 那丫头自是想起刺客的秘密 但还没来得及说 便毒发了 这药 谁都得不到的事 我记得周王有一位宠妾 周氏 向来贪嘴 专话评书 你还因撞破刺客的计划被吕下毒手 却始终不敢说出有关刺客消息 因为对方已经捏住他的软肋 利用他师父的性命作为要挟 逼迫他要想保命就得听命行事 为了师父将此不得不选择妥协 本来中毒前 他已经准备向裴眼交代刺客月牙疤痕的事情 可现在却必须将此事烂在肚子里 将此突然反水让裴眼察觉是有蹊跷 看来对手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简单 而且从几次交手来看 对方应该是朝中之人 于是他准备坐实将此宠臂的身份 将他留在府中当丫鬟引出此人 同时他将使臣腾瑞安置到侯府别院 方便引出破坏和谈的刺客 而肖无暇为了从裴眼眼皮底下抓走腾瑞 逼迫将此每日监视腾瑞 并将他的一举一动准时汇报 将此未方便行事 只好答应裴眼留在府里做丫鬟 借机接近腾瑞打探一切 可他不想让肖无暇轻易得逞 于是故意在消息里面做手脚 他的小聪明很快就被肖无暇发现 肖无暇再次利用独行威胁他乖乖听话 将此都不过只好如实交代打探到的一切 孝无暇得到想要的消息 故意将使臣遇险仪式传到皇上耳中 并将裴眼太子庄王一起拉下水 不料裴眼将所有过错揽在身上 疼功遇刺 责任在臣 士臣持身不及 携带避女出演 宠婢使小兴 臣为了将他追火 贸然调动了长风味 以致使臣管防备松醒 皇上龙颜大怒派进军接管裴眼的长风味保护彭润 而这正是卫昭想要的结果 荣国夫人听说裴眼为了一个宠婢触怒龙颜 立即从南陵港回来亲自过问 而裴眼正好借母亲回来大板授宴 借此摆下鸿门宴让江慈指认刺客 卫昭又岂会不知裴眼的算计 裴眼的心中现在肯定有一份怀疑的名单 这寿宴讨着我去了 很有可能会与那个丫头朋友 有被认出的互相 但如若我没去 那就证明我心中有鬼 但他完全不担心会暴露身份 大摇大摆地走进侯府参加寿宴 因为江慈已经是他的线人 就算识破他的身份量 他也不敢声张 江慈本想在宴会上指认刺客 帮助裴眼将其拿下永绝后患 却发现刺客竟是光明司指挥史卫昭 连裴眼都要忌惮三分的天子宠臣 于是便选择继续隐瞒 当晚卫昭就在裴眼眼皮底下一把火烧了侯府别院 再来个偷梁换柱 让所有人以为腾锐已经葬身火海 史臣的死让两国和谈失败关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卫昭本以为借此事可以扳倒裴眼 除去他复仇路上的绊脚石 却不料皇上并没有降罪裴眼 只是将他禁足在府中 卫昭不知所以 却不知此前荣国夫人暗示过皇上 裴眼是他俩的儿子 所以皇上对裴眼多了几分偏袒 而卫昭的私牢里 腾锐并没有死而是被关在地牢 卫昭意图从他口中撬出有关齐王一案的真相 可腾锐宁死也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 门大人实在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更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什么 什么 王氏 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你说过良人残 和你现在的重重心 和那些良人又有什么体面 人家伦新剧上线就在虐欺的赛道上越走越远 为了将阻止他复仇的剑顶猴踢出局 他设计让裴眼查到 腾锐被藏在束手边关的将军府顶 随后再偷走江慈的玉葫芦陆陷害裴眼 裴眼刚准备进攻向皇上禀明事情 就被腾锐的亲卫扣上杀害使臣的使盆子 因为他撞破有人潜入使馆在棺材里找东西 对方逃走时扔下一枚飞镖 飞镖正是裴眼手下的长风位专属暗器 所以他断定腾锐死于裴眼之手 裴眼深知自己被人设局却不能说破 一不能当堂说出使臣没死 二不能说出当晚离开是陪着母亲见了皇上 毕竟天子私会臣妇会让皇家颜面扫地 一旦捅破他也会因此断送前程 魏昭也是抓住这一点才将他逼上觉悟 裴眼无法辩解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承担所有罪行 他和江慈被皇上降罪打入天牢 侯府也被禁军为禁 见你 你可知错 看见侯府被自己牵连 江慈恨透了眼前这个黑心又卑鄙的男人 他恨不得扒他的皮吃他的肉 那就看看我们俩谁想死 看看就看看 两个妨碍他复仇的人终于被关进大宇 卫昭命人赶紧将腾锐秘密送出城 而裴眼虽身陷淋雨自身难保 却一再恳求皇上放过江慈 皇帝有意让江慈顶罪保住裴眼 可裴眼却为了一个女人执迷不误 皇帝恨铁不成钢器的转头就走 裴眼只好托太子帮忙求情 他让太子设法将信送进侯府交给母亲 并拜托他务必在皇上面前保下江慈 这都什么时候了 少君不可再谈你儿女情长 江慈乃是腾锐案 唯一母鸡周 如今江慈身陷魔狱 若是能赐个趁机杀人灭口 我们就永远找不出凶手 救不出更远 另一边卫钊得到皇帝的授意审问江慈 他借植物之便准备弄死这个屡次破坏他计划的女人 江慈垂死挣扎 比出与卫钊联络的暗号 见此卫钊只好先停手听听这个女人还想玩什么花招 我留了一封信 那封信上写着你就是一名人 和你种种威逼我的手段 还有我在你身上留下的证据 而且他早就在卫钊鞋底留下洗不掉的种子里 要是这些证据被裴眼和皇帝找到 就算他们不相信也必然会留下一颗不信任的种子 久而久之定会对他心生贤习 到时他所有的筹谋和算计都将灰飞烟灭 卫钊被激怒狠狠掐住他的脖子 幸好太子感到及时阻止 这也让卫钊发现太子在帮助裴眼 他让人调查太子的行踪 发现太子离开天牢后 太子妃曾派人去过侯府 卫钊顺感大事不妙 立即让人停止送走藤瑞的进化 可还是晚了一步 长宗卫已经发现他们秘密将人护送出城 一路追上去就走了藤瑞 而且卫钊与月落族联络的据点也被端掉 虽然老人销毁了所有证据卫钊的身份没有被发现 但这一局他还是输在裴眼手里 上一秒他才差点死在男人手里 可下一秒他却感知到男人内心的悲凉不经双眼泪目 只因裴眼在破获藤瑞案时抓获了两位老人 无论裴眼如何鞭打 老人始终不肯供出背后主谋 甚至故意咬伤卫钊的耳朵 来撇清他们的关系 最终老人双双自枪当场 而卫钊在迎回藤瑞的庆功宴上满怀心事 他对自己计划摆秘书才让裴眼钻到空 也恨自己不够心狠没有在一开始杀掉姜茨 才让无数的无辜之人枉死 借着酒精他捂出凄凉的剑影 来祭奠那些为大业牺牲的亡魂 江慈好像感受到卫钊内心的悲凉不禁双眼泪 他发现卫钊身上背负着太多的秘密 于是主动比出暗号约卫钊见面 他烧掉揭发卫钊身份的保命性 又特地煮了一碗不苦粥安抚他受伤的心 可卫钊并不领情 他认为江慈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可他连自己都不明白 为什么一次次都放过了他 江慈表示不知道他是不是肖无暇 也不知世间有何疾苦 但能让老人在生死攸关之际站出来保护的人 能让无数人心甘情愿牺牲也要成全的人 身上一定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相信他所有的筹划一定有重大因 所以他保证以后不会再阻止他的计划 至此两人终于慢慢和解 让江慈没有料到的是卫钊对他的欺骗也即将开始 而卫钊为了将裴眼踢出局 利用裴眼就出使臣仪式大作文章 他刻意让人煽动百姓支持裴眼 又故意怂恿皇上出宫听听百姓的声音 见百姓支持裴眼的声势比太子还要大 皇上开始忌惮裴家的势力 一边让人查裴眼的长风味 一边让卫钊盯着裴眼的一举一动 这正是卫钊想要的结果 大人这一番忌论 不仅让陛下对裴眼忌惮更深 还能明正言顺的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实在是高 荣伯夫人担心皇帝对裴家下手 让裴眼务必要找到燕氏姐妹的下落 打消皇帝的怀疑 因为当年燕氏姐妹杀了齐王 皇上派裴眼的父亲负责抓捕 却让两人逃脱 之后皇上对裴家就种下了一颗猜忌的种子 认为裴家和裴国勾结才故意放水了 不由找到燕氏姐妹 才能特地打消 陛下对裴氏的在一起 你已经宁臣 你真敢动我 我已经宁臣 除以私情 无人能管 动心后的卫钊简直就是护气狂魔 此刻的他一定很后悔 曾经无数次伤害江慈吧 本来很辣无情只想复仇的他 不惜得罪裴氏宗亲 不顾危险徒手替江慈挡刀 甚至为了江慈可以和裴炎撕破脸 这就是少君信奉的功道吗 请好眼杰二 追赶 之前裴炎功高盖主犯了皇上的大忌 裴炎故意在众目睽睽之下 拉着江慈的手刺伤自己 造出他逼良为奴反被刺的假象 给自己扣上顽固子弟的污名 以此为由头向皇上提出词官 并交出手中长风味的兵权 打消皇帝心中的猜忌 而无缘无故又进大牢的江慈怎么也想不明白裴炎为何要害他 直到魏昭分析完裴炎此举的用意 又说出裴炎留他在身边都是为了引出自己 江慈才知道自己被裴炎利用了 而魏昭说出这些的目的 只是想让江慈背叛裴炎做他的眼线 可即使被伤了新江慈也有自己的原则 他是怎么样的人与我何看 我要守的是我的本心 他利用我不仅 但数次救我 对我有恩义是真的 我有我的原则 我绝不会 亦不能做被刺他人之事 他虽不怪裴炎利用他 可他对裴炎的好感也渐渐消失 所以在裴炎赶来接他回家时 他没有任何表情 因为他觉得是时候离开了 当晚他就让魏昭把师父的小猫还给他 他也好启程去找师父 此刻魏昭心里是那么害怕他离开 小猫是他们之间唯一联系的桥梁 如果归还就再也不复相见了 所以他拒绝江慈的请求 我考虑考虑 而裴炎被母亲惩罚关在祠堂面壁思过三天三夜 江慈本想不再过问他的事情 可当他从下属的口中听说侯爷对他的好 还是不自觉的靠近关心起裴炎 很快裴炎就抓住了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南陵兵器铸造司所住的兵器存在质量问题 一旦这些兵器运往前线后果将不堪设想 南陵又属于裴家的封地 所以裴炎自请前往南陵调查此案 只有查清此案才能重获皇帝信任在朝堂站稳脚跟 他怕自己离开后母亲会为难江慈 所以决定带上江慈一同前往 而魏昭打探到裴炎也在找燕氏姐妹 于是决定跟着裴炎坐收渔翁之力 他特意在皇帝面前暗示这批兵器出自裴侍封地 又说出当日裴炎身在牢狱却能不控全城救出藤瑞 虽只查出长风位只有十二人进城 但据他目测远远不止这些人 区区十二个人 就能全城不防还救回了藤瑞 看来这长风位果真是名不虚传哪 应该不止十二 兵器加上豢养私兵让皇帝再次猜忌裴炎 于是让魏昭一起前往南陵盯着裴炎一举一动 这一去也让魏昭与江慈的感情有了飞速的进展 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 裴炎对江慈是以爱为名的利用 所以他不会顾及江慈的感受 而魏昭对江慈动心后 从狠辣无情到妥妥的暖男外加护妻狂摸 很难让江慈不对他动心 江慈遇到危险时下意识的本能也是喊出魏昭的名字 本来裴炎三人一起到南陵是为了查军械案 结果江慈意外发现 街边的商贩禁用陈米熬粥售卖 刚开始他还百思不得其解 南陵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而且今年粮食增产 暗里当地不应该还在售卖陈米 直到他在西边发现野生的虎米被人采的金光 才意识到当地并不是他们看到的那么繁华 而是存在大量机密 否则不可能有人会采虎米果 这方圆石里的雕虎米都被采光了 所以南陵是有很多人吃饱 可那些人现在又在哪呢 看来问题不是出在商贩上 而是出在米铺上 裴炎和魏昭也觉得江慈分析的不无道理 他们准备分头行动查明真相 裴炎负责带人调查米铺 而魏昭和江慈负责打探灾民的下落 裴炎发现大部分米铺都无心理可卖 而是调动了粮仓的备用陈米以次冲好 而且四大粮仓其中两个由裴是宗族管理 一间米铺在什么情况下无心理可卖 若非粮食减产 无钱可卖 可以及时维护陪侍 而魏昭和江慈也找到灾民全部被关在城外的破庙 还有专人把手不让灾民出去告状 声称只要等城里的大关走后便会放他们出去 魏昭意识到一定是他们三人的到来让贪官有所防备 才将这些灾民关在这里避免他们出去节外生枝 他怀疑陪侍家族也有人参与其中 看到眼前的场景 魏昭想起年幼是自己也有相同的遭遇 不禁生出了怜悯之心 他当想出手救人却被江慈阻止 江慈提醒他贸然出手恐怕会打草惊蛇 他有更好的办法查出背后主使 他和魏昭乔装打扮成鸡民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很快就被抓进了难民营 江慈开始卖力的表演想从灾民口中套话 家中大火烧尽了一切 我父母和孩子全都死了 只剩下我和我夫君流落街头 本来想着我们来这儿能讨口吃的 可谁曾想这藏天如此不够 鸡民们饿得前胸贴后背哪有力气同情他的遭遇 显然有过相同经历的魏昭更能体会 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能比吃的更有诱惑 他拿出一块饼从鸡民口中套出了幕后主谋正式南临刺史 本来目的达成他们可以全身而退 可江慈非要留下照顾生病的鸡民 魏昭拿他没辙只能将指挥使令牌交给他保 他先回去搬救兵 陪氏组长得知陪炎正在查粮仓的事 害怕他们找到鸡民顺藤摸瓜查出陪氏摊墨一事 只好先派人将鸡民全部灭口 危急时刻江慈本能地喊出了魏昭的名字 对方发现他虚晃一枪提刀就要攒了他 情急之下他只好亮出魏昭的令牌 对方忌惮魏昭的身份只好将他抓了回去 赶来的魏昭发现江慈失踪彻底慌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此在意江慈的死 而得知实情的裴炎同样着急 至此三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怎能让小子故事事的救人要求 昭君之后如何追究 我一应承担 魏救爱人他不惜暴露自己的身份 一见射穿歹徒的手掌 正当两人感情飞速发展时 魏昭却发现他苦苦寻找的烟氏姐妹 正是江慈的师父 江姑娘是烟氏的徒 如果这是烟氏 你一定要手扔了他们 为老称主报仇 本来裴炎大义列轻 用计揭发裴氏宗族参与贪漠案已经如愿达成 只要将裴氏与军械案撇清关系 皇上便会打消对裴氏的猜忌 毕竟贪财和谋反比起来 贪财在皇帝眼里只是小事 可魏昭却发现一切进展都太过顺利 本来毫无里头的案子 却好像有一双无形的手 推着他们将货水引到裴氏 最后以贪漠案结束 这一切都进行得太过刻意 有人在暗中引领你们查案 那这暗中不许居然是谁 裴炎是否知情 事关裴氏 裴炎或许都看不真切 但这笔招裴炎不会什么关系 而江慈自从发现鸡鸣的存在 就一直心系鸡鸣的温饱问题 裴炎答应让他去裴氏粮仓 支取米粮阶级鸡鸣 可管事的却不买他的账 江慈只好带着阿炎去江边 采野菜给鸡鸣冲击 不料却遭到关二代报复 因为江慈帮助鸡鸣申冤 害他的刺史父亲进了大狱 所以今天他势必要把江慈 扔到河里为雨 替父亲出了这口恶气 江慈还以为今天就要舍在这里 关键时刻魏昭及时出现就吓了他 却不知这一件下去会暴露他的身份 这是你第三次救我 如果你想感谢我的话 卫昭深知江慈想解决鸡鸣的问题 便带着他以恶制恶大闹陪食粮仓 成功从恶霸手中拿到米粮给鸡鸣送去 鸡鸣问题得到解决 江慈开心地向着孩子 他送给卫昭一个可爱的小猫堂人 以感谢他多次仗义出手相救 此刻卫昭狠辣无情的形象当然无存 在江慈眼里他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好的 两人从互相伤害到心平气和的交流 他们向热恋中的情侣有说有笑甚是甜蜜 心细的裴炎一眼就发现两人关系不简单 他整理两人从见面到现在的细节 怀疑江慈一直在帮助卫昭隐瞒很多事 小慈会骗我 直到官二代被人杀害 裴炎才证实了心中猜想 卫昭就是当时射杀魏国使臣的一面人 三郎想不到几个真是你 而卫昭通过调查发现 阿炎似乎与烟氏姐妹有着某种关联 同时阿炎拜托江慈帮他引荐裴炎 他有重要的军械案线索相告 因为他的丈夫正是劣质军械的锻造工匠 却在两月前死于非命 他怀疑丈夫是被幕后主谋灭口 这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惊天秘密 这便是证据 侯爷尽可惧察 这刀环的助蚕一定与其他工棚所产的不同 莫非铸造私礼 真的暗藏一批精良兵器 可他们去了哪里 我由侯爷登上至尊之为 永不为之 裴炎意外发现他调查的军械案 幕后之人竟是自己的母亲荣玉蝶 荣玉蝶策划这一切目的就是篡夺江山 本来裴炎打算让军械案已贪莫结案 以此打消皇帝对裴氏的猜忌 结果中途阿炎跳出来为父申冤 恳求裴炎调查军械案 裴炎害怕皇帝猜忌之心在起 只能暗中调查不敢声张 而荣玉蝶很快就收到裴炎调查军械案的消息 我早晚会让他知道的 那现在还不是时候 他不想因为儿子的介入 让多年谋划复制一句 便让摩摩通知南陵的同伙动手 除掉证人阿炎 何咏灵故意放出铸造私有 阿炎丈夫遗物的消息 将阿炎引来准备将他灭口 结果被阿炎的花容月貌迷住 瞬间起了色心 强行在宫棚玷污了他 等到江慈赶到 阿炎已经清白净毁 何咏灵没有丝毫悔意 还口出狂言嚣张地表示 自己是官二代谁敢动他 江慈愤怒至极 即使毁了自己名声 也要和这个混蛋同归于尽 关键时刻魏昭赶赶到 何咏灵被打得满地掌牙 依旧嚣张至极说 自己背后有靠山 你一斤令神 你怎敢动我 我一斤令神 除以私心 无人能管 魏昭一脚毁了他的作案工具 隔天将此便带着阿炎上公堂 揭发何时父子杀害 工匠灭口和凌辱民女的罪行 此时眼看大难临头 亮出荣国夫人的信物 逼裴炎接下此案 并将裴炎带到 他们私藏兵器的仓库 坦白他一直都在为荣国夫人办事 并且军械暗幕后 主使正是荣国夫人 如果裴炎不帮他保住儿子 他必会破罐子破摔 与他们于死往活 直到这一刻裴炎才得知 一切都是母亲做的好事 此案是关母亲的谋划皇帝的 期待爱人的希望 裴炎心乱如麻 不知如何才能两全 一番挣扎后 他还是决定辜负将此 在公堂上保下何时父子 昧着良心否定阿炎提供的材料 并不能证明军械有问题 此时也拿出伪造的卖身器 声称阿炎的父亲 在二十年前就将阿炎迈进和府 所以阿炎算是和府避女 何永林强占自家避女并无不同 还不要脸地表示要娶阿炎过门 裴炎也跟着启宏表示 愿意替他宝妹 阿炎算是明白了 自己折腾半天却是所托非人 这里官官相护 根本不是说理的地方 他拿起发簪就要亲手杀了何永林讨回公道 旁边的走狗立马拿刀向他砍来 情急之下将此以身护住阿炎 关键时刻魏昭徒手握住了落下的丽人 并站出来挡在两个女人前面 亲自向裴炎讨要个公道 这就是少君信奉的公道吗 公道一乱 全自身体无事 老夫 跟进侯爷姐 谁敢 三未完 我要杀了你 将此费尽周折终于扳倒墙抢民女恶霸 可他也彻底得罪了荣国夫人招来杀身之火 之前裴炎包庇和是父子导致阿炎状告何永林失败 在魏昭的威压下 裴炎才答应三天后重审 何永林为人嚣张跋扈 魏昭怀疑必然还有其他人受过他的迫害 为了揭发何永林的罪证 将此四处奔走寻找苦主出来作证 可女子们要么忌惮何家势力 要么不愿意自揭伤疤伦为效果 把江慈的一番好意拒之门外 魏昭想到此案的关键定是那张卖身器 阿炎父亲在狠心 也不至于自己做了何家奴 还要让女儿也当奴婢 家奴书是伪造的 是真是假 一眼便是 可现在在何振闻手上 要如何拿到 当晚他就悄悄潜入刺尸府查看 结果却中了裴炎的计被当场抓住 裴炎早就猜到魏昭会从卖身器下手 只有先阻止魏昭再带走江慈 才能对阿炎威逼力又说服他策案 小慈弄够了 随我回去吧 回哪儿 长风路吗 那是侯爷的家 不是我的 你以为这样就能帮到阿炎姑娘 江慈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跟他回去 他指责裴炎网顾人命姑息恶人 裴炎却认为阿炎嫁禁和府是皆大欢喜 两人一言不合大吵起来 裴炎强制要把江慈带回去 此时魏昭及时站出来大气护气 江慈乃是侯府之 我要带走 我记得少君应该没有江姑娘的卖身器 就算有奴婢时 留不得任何人心 有魏昭坐镇江慈再次带着阿炎 与何氏父子公堂对峙 这次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卖身器是伪造的 因为何振铃声称卖身器是二十年前签下的 众所周知当年的印尼工艺不经 只要与竹叶青混合便会变色 而现在的印尼则不会 这是南陵次师傅 现在的印尼 义和印尼 凭什么认定就是我次师傅的 只要将当年的印尼和现在的分开 放入竹叶青水中 便能证明文器是否是二十年前的 果然如江慈所料印尼并没有变色 也就证明了卖身器是伪造的 既然证明了阿炎不是何家奴婢 那何永灵便是强抢名女罪名成名 何永灵罪则难逃怒不可遏又跳出来咬 答应去 为何你还要生出错 你以为受了你的灵书 他就一视他一起投 你的罪行毁不了他的机会 葬的是你 错的也是你 你就算只有我一个 我也不跟你斗倒 把你的罪业公持于众 谷主们见江慈一个局外人 面对恶霸都丝毫不拒 纷纷站出来作证指认何永灵诸多罪行 并肯请侯爷主持公道 如今人证物证皆在 裴炎就算想保何氏父子也有心无力 只能下令将二人关入大云 走投无路的何永灵狗急跳墙 跳出来就要杀了江慈 结果自己撞在刀刃上当场毕面 他的死也让裴炎发现魏昭就是刑管刺杀使臣的一面 而江慈也因何永灵的死彻底得罪了何振霖 何振霖用荣国夫人撕造兵器杖本威胁 要求裴炎必须杀了江慈给他一个交代 否则他必会与死网破控出荣国夫人的所有罪行 荣国夫人担心事情带路 只好派摩摩私下解决江慈换取何振霖手上的杖本 侯爷当真要无逆夫人 江慈散了 是啊 我会向母亲解释清楚 杜摩摩若再敢动他 莫会裴炎不讲情面 侯爷在何永灵的手上发现了一处伤口 正和方灵月那一面此刻使得暗气往后 要不是好友告知侯爷已经发现了魏昭的身份 江慈还不知魏昭为了救他不惜暴露身份 要不是侯爷步步紧逼非要抓他回去 江慈还不知道自己心里已经选择了魏昭 你别让他带走我 本来之前江慈送走了阿言 就准备赶往与师父约定的地点 他找到魏昭要回小猫 因为小猫是师父与他见面的信物 没有他街头人不一定会认出他来 可魏昭还是不舍得归还 江慈只好自己捏了一个拿去街头 结果还没等到师父 就遭到荣国夫人派出的刺客袭击 幸好裴炎及时相救 裴炎把江慈带回府中 话里话外质问他是否有事瞒着自己 江慈还不知道裴炎已经发现了魏昭的身份 表示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 道谢后便准备离开 结果裴炎促意爆发强制挽留 抓住江慈就要强制爱 裴炎还想将他追回来 可江慈却选择跟着魏昭离开 这一刻裴炎才意识到他彻底输了 他将对魏昭的敌意埋藏在心底 即使发现魏昭的身份也没有揭穿 而是想回到京城再清算旧长 魏昭深知江慈这次是真的要离开自己的 虽然他很不舍但还是选择成全 他与崔亮联手 准备在侯爷回京当夜趁乱送走江慈 为了避免当面告别徒增伤感 他悄悄归还了江慈的小猫 本以为此去一别山高路远再难相见 可崔亮不经意的一句话让江慈改变了主意 江慈这才知道魏昭为救他暴露的身份 原来裴炎之前的话是在质问 得知魏昭有危险 江慈立马折返回去给魏昭通风报信 他先是悄悄去了侯府 确认魏昭留下的证据在裴炎手中 便故意将裴炎引去寻找自己 再趁乱拿走魏昭留下的见识 随后赶去给魏昭通风报信 结果话还没说完 裴炎就找了过来 你别让他带走我 好 带上江慈 如果他真的是厌尸的徒弟 必会引出厌尸 江慈和魏昭感情刚有进展又要灭了 魏昭查出江慈竟是仇人徒弟 便打算利用他的感情引出厌尸姐妹 本来逃走的江慈冒险回来通知魏昭 裴炎已经识破了他的身份 这次回京必然会有危险 他让魏昭做好应对之策 魏昭心里十分感动 毕竟江慈心心念念都想见他师父 却为了他冒险回来送信 但现在裴炎手上人证物证军已丢失 恐怕已经在门外设下天罗地网 只等江慈出去 贸然送江慈离开只会自投罗网 只能把江慈留在自己房里站住 几天时间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彼此都确认了对方的心意 魏昭为了脱离裴炎的掌控 亲自写信禀到皇上说明 军械暗示裴氏与卢将军勾结所致 这样一来既能用皇命困住裴炎 又为回月落做了铺垫 他安排亦非盯住何振文的一举一动 因为裴炎之前处处维护何振文 他怀疑此人手里一定有裴家把柄 只要捏住这些把柄 裴炎便不会贸然向皇上举报他的身份 裴炎也猜到魏昭不会坐以待逼 必然会有下一步动作 于是便逼迫何振文交出母亲的账本 可何振文打定主意要与裴家鱼死网破 已经悄悄让人将账本送往京城 裴炎也猜到他会走这一步起 路上派人拦截抢走账本 不料魏昭已经先下手为强 抢走龙玉蝶的账本 裴炎拿回的是魏昭替他准备的账本 这不是我母亲的账策 那是谁的 卢玉 那他们抢走的是我们的账策 能聊到这一步的 还能有谁 这边皇上收到魏昭的急信 得知裴氏与卢将军勾结私柱兵器 急召裴炎回来 一切果然如大人所料 裴炎一走 甭管派谁留下来盯梢 都休想困住大人 裴炎为了救母回朝 一定会交出卢玉的账策 如此一来 大人便可顺理成章地去往梁州 借去梁州 转道月落 裴炎意识到中了魏昭的急 但也只能将卢将军的账本 呈给皇上捡裴家之位 裴炎离开后 魏昭和江慈终于脱困 他准备亲自护送江慈去与师父会合 结果一飞却查出江慈可能是烟氏的徒弟 没有证据前魏昭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 可当江慈拿着信物在约定地点等几天几夜 也没等来师父 魏昭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看来他们的到来已经打草惊蛇 烟氏必定已经离开此地 为了引出烟氏 他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带上江慈 如果他真的是烟氏的徒弟 必会引出烟氏 他找人假扮街头人告诉江慈 师父已经离开前往月落 哄骗江慈跟他回月落引出烟氏 未报国仇家恨他忍辱负重潜伏在大梁多年 没想到在族人眼里他竟是月落的罪人 族人得知魏昭正是月落少主萧无侠趁机发难 裴眼也准备趁乱从情敌手上抢回江慈 不料江慈一句话让裴眼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魏昭为了回到月落参选城主 故意将军械暗扣在镇守边关的如鱼头上 这样他就能以查案之名来到边关转到月落 他扮成替老城主讨回公道的意识出现在城主选拔会上 结果族人的做法实在令他寒心 父亲蒙渊兽区战死沙场 族中长老却挑唆族人视他父亲为月落罪人 勾结如鱼对萧家赶尽杀绝 目的只是为了抢夺白玉簪坐上城主之位 他忍辱负重潜伏在大梁只为替月落讨回公道 却没料到如今的月落已经内忧外患 萧老城主也是你们选出来的 得他庇佑是敬他捧他的是你们 他蒙员牺牲是 扑他弃他的 也是你们 城主在你们的心里 既然是一个可以随意背弃之人 那你们还选什么城主 胡说八道 魏昭意识到现在不是讲理的时候 看来要想拿回城主之位还得从长计议 与此同时 裴炎被魏昭设计困在京城 不但没有借军械案东山再起 反而让皇帝对裴氏更加忌惮 荣誉蝶本想利用裴炎与宰相府二小姐联姻托此困局 可裴炎却心细将此拒绝了这桩婚事 准备用自己的方式重拾皇帝的信任 他大刀阔斧顺着皇上心意提出兵改 既能削弱如鱼的兵力一减皇上多年之忧 又能让手下的长风为一家独大掌控大量局面 可皇帝却害怕擅自改革引起超级动荡 并没有回应他的提议 直到二小姐与他偶遇 才给他的野心带来了转机 我的意思也与侯爷一样 只是这桩婚事成与不成 非是你我能够决定 你我都是身不由己之 侯爷和我自小被教导的 便是权衡利弊 二小姐身之身在高门身不由己 婚姻本就是用来获取利益的工具 他们的联姻并非双方所愿 但无奈抗争的代价巨大 倒不如坦然接受获取更大的利益 裴炎被二小姐点透 答应与他逢场作戏 宰相隔天就向皇上敬言支持裴炎的决定 有了准岳父的支持裴炎终于官复原职 被皇上派往边关执行冰板仪式 这一去他与魏昭之间的较量 也正式拉开为门 直到看见爱人为了情敌满身伤痕 裴炎才意识到所爱之人 已经彻底爱上情敌 直到将此数次站出来 对魏昭挺身相忽 裴炎才意识到自己几次三番苦苦相逼 已经彻底将爱人推向情敌 本来魏昭为了引出背叛月落的奸细 故意与族中长老联手演了一出戏 假装被他们抓回月落 因为他手上握有老城主的信物白玉簪 几位长老若想名正言顺登上城主之位 就必须拿到白玉簪 所以他故意被抓进月落的大眼 接下来就看几位长老的轮番表演 果然魏昭的出现 让几位野心勃勃的长老自乱阵脚 因为白玉簪是老城主的遗物 老城主死后便随萧家姐弟消失 如今白玉簪重现 他们怀疑魏昭就是萧无侠 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的身份 于是将他带到萧家老宅 故意对着老城主的铠甲一通侮辱 试探魏昭的反应 魏昭虽然心在滴血 却表现得很平静 他开出条件让几人互相争夺 就看谁明日会为了白玉簪 连尊严都能舍弃 同时裴炎为了抢回江慈也来到月落 江慈本不想跟他回去 结果裴炎直接抓了玉莲和阿勒威胁 逼得江慈不得不妥协 看到江慈为了情敌浑身是伤 裴炎不由自主地心疼起来 他让人买来药膏和糕点哄江慈开心 可每次都是苦苦相逼谁又能开心的起来 江慈拒绝了他的心意 刻意与他保持距离 直到这一刻裴炎才意识到 他和小慈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他很怀念两人出师是胡编谈心的日子 还有小慈亲手给他做的糕点 那都是他心里无可替代的回忆 我只是不想被一块糕点困住 小慈不愿被糕点困住 却愿被他困在月落 我不知道侯爷说的是谁 我也不会被任何人困住 小慈还要骗我 可如今是什么让他们分道扬镳 他始终不明白为何小慈明知魏昭在利用他 却心丹情愿困在他身边 可他的爱又何尝不是以爱为名的利用吗 从我道庆抗识 我就被人利用 我选择忘记 便会把所有不开心的事情一并忘记 裴炎看出魏昭在江慈心里的位置 于是又拿魏昭来逼迫他跟自己回去 否则就会揭穿魏昭的身份 让他成为众矢之地 江慈为了所爱再次妥协 可刚准备收拾东西离开 却发现魏昭真实的白玉簪放在了他这里 察觉到魏昭肯定有危险 才将簪子留给他 于是他便开始实施营救计划 果然月落这边魏昭的身份已经被长老揭穿 虽然魏昭以身涉嫌 已经试探出与北梁勾结的奸行 但他孝无侠的身份 也无法从憎恨他的族人中全身而退 他不是孝无侠 眼看魏昭有难 江慈再次挺身而出替他解围 我姑娘答应我要为孝家证明 江慈的一番话让裴嫣意识到自己彻底的输了 失去所爱的他也即将黑化 直到发现师父的信物被爱人调换 江慈才发现魏昭一直在欺骗他 怎么回事 直到听说爱人为了情敌再次涉嫌 侯爷与魏昭之间的对决也拉开为目 本来江慈为了保护魏昭 站出来声称自己是肖无侠的妻子 真正的肖无侠已经被长老勾结北梁军害死 而始作俑者就在台下 北梁将军见控制月落的阴谋被揭穿 立马命隐藏在人群中的士兵动手 结果被全部歼灭 这也让卢将军找到了进攻月落的借口 因为他即将在培炎的兵杆下交出兵权回京任职 如果此时立下战功 便可以和皇帝讨价还价继续镇守边关 魏昭还没意识到月落即将大难临头 他将月落托付给红长老 准备和江慈过完最后一个节 再引出烟氏姐妹 因为他深知烟氏姐妹一旦出现 他欺骗江慈将他引来月落的谎言就会被拆穿 恐怕到时候他们之间的感情再无可能 趁一切还未发生 他们像寻常夫妻一样 夫畅妇随留住这短暂的美好 结果江慈是肖无侠妻子的身份被人认出来 对着他就是一通打骂 见爱人被自己连累 魏昭也顾不上自己的安危 取下口罩大方承认自己的身份保护江慈 我是肖无侠 我没有死 他说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 所以 有什么事情 尽管冲我来 江慈感受到魏昭的爱意 隔天就再次爬上孤星风采摘灵鹃花 让所有月落族人看到未来的希望 而魏昭内心经过百般挣扎 终于狠下心来放出消息引出烟饰 放出消息 就说 江慈 人在月落 他深知这个决定会让江慈与他决裂 但在国仇家恨面前儿女情长不值一体 回来的江慈意外发现 师父的信物出现在魏昭房间里 真的泥猫不是早就摔坏了吗 他送给魏昭的明明是假泥猫 想到之前魏昭鬼鬼祟祟进他房间翻找东西 他突然意识到魏昭在骗他 于是他立马询问 魏昭的甜言蜜语让江慈始终无法相信 他决定先离开这里找到师父在弄清真相 可刚离开却发现北梁军伪装成月落人正要混入城中 而魏昭收到北梁进攻月落的消息 正准备带人前往敌营烧起粮草 不料差点和北梁军正面碰上 江慈为了提醒魏昭 冲出来用歌声传递信号 结果差点被北梁军锁灭 魏昭看到江慈遇险立马飞奔过来相救 被独剑射中双双掉入江中 魏昭被江慈捞起来只剩下半条命 本能原本九条命啊 面子恐怕只剩下一条了 你不许胡说八道 以后一条都不许少 经过江慈的救治他终于清醒 如今月落有难两人刻不容缓赶回城中 不料裴炎未救江慈 已经抢先一步到达战场劝想 可月落人被欺压太久 视死如归命死不祥 刚继任城主的红长老将生命永远留在了战场上 等到魏昭赶赶到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如于见魏昭和江慈出现直接令人乱箭射死 为掩护江慈进城情敌两人站到了同一阵线 确认江慈已经安全 情敌两人的对决也拉开为一 反正我是萧夫人 难不成你要是乱中介 权宜之计怎么还当真了 谁说权宜之计不能是长久之计的 江慈终于主动向魏昭表白 魏昭却觉得配不上江慈刻意与他保持距离 之前卢于为了不费吹灰之力拿下月落 在军师的建议下挖地道进城 准备来个里应外合直取月落 结果老城主早在城墙底下买了大量金刚石 整个月落城固若金汤 他们进不来 卢于无奈只好使用下作手段 将大量病毒投进月落 以此逼月落打开城门向他求要 很快大量百姓就感染了疫症 江慈为了替魏昭安抚明星 带着百姓们到郊区阁里 而魏昭带着他的族人严守月落城 宁死也绝不向卢于屈服 卢于等了失去耐心 听取了裴炎的建议 抓来潜伏在京城的月落人 做人质要挟他们开门 这些都是魏昭安插在京城收集情报的暗桩 在家人记忆里 他们早就死在大量人手里 家属们看着失而复得的孩子 激动地要求魏昭打开城门救救他们 魏昭甚至一旦打开城门 城里的百姓将会遭受灭顶之灾 为了保护更多的百姓 他强忍着心中的悲痛拒绝开门 眼睁睁地看着卢于取了他们的性命 可这还没完 卢于直接下令鞭尸 这一举动激起月落族人神共奉 卢于以为这样就能拿下月落 却不料中了裴炎的挑拨离间之计 魏昭很快就将卢于逼返月落仪式上书给皇帝 卢于这是要反 专制裴炎 让他配合三郎 无论用何方法 都要把卢于带回清康 朕的这一轮局 不能为他俗 荣玉蝶收到消息 准备助裴炎再添一把 彻底逼返鲁鱼 到时候裴炎带着长风味评判 裴侍才能重新崛起 裴炎收到皇帝的密信 便以劝和为由与卫昭见面 他答应配合卫昭化解月落危机 条件是必须将荣玉蝶的账本归还 三郎只需要交出裴侍账策 从此 我保证对三郎的声音 只字不得 魏宝族人卫昭只能答应 同时玉蝶传来 江慈感染疫症昏迷不醒的消息 两个在意他的男人担心不已 裴炎本想冲过去照顾 却还是为了大局不得不离开 只能交代手下找来最好的妖物 毕就回江慈 魏昭看到爱人病倒顿时慌了神 他亲手给爱人煎药 每日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照顾 直到他痊愈才默默离开 等到江慈醒来 魏昭却否认了他所做的一切 因为他的一生太过凄苦 受尽了常人不能受的屈辱 不仅是良人心中的奴隶 更是族人唾弃的罪人 江慈干净到让他都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而且他害怕自己的靠近 会让这个带给他光的女孩被连累被催我 所以他刻意与江慈保持距离 直到师父的出现 江慈才发现所爱之人将他骗到月落 只是为了抓他的师父 直到小泥猫中隐藏的信件公诸于众 江慈才得知自己竟是七王之女 阴翼慈心 此生虽未见 所以宦如明千变 父谢淳 燕霜桥收到魏昭放出江慈在月落的消息后 便赶到月落寻找江慈 刚好遇到月落与镇远军两军交战 燕霜桥本想趁战乱带走江慈 却遭到魏昭的阻挠 直到这一刻江慈才发现 原来魏昭带他来月落 都是为了引出他的师父 还没等到师徒二人团聚 江慈就被鲁鱼当成人质抓走 他顾不上自己处境 满脑子都是回忆魏昭欺骗他的细节 当时魏昭听说师父喜欢不苦周时诧异的表情 还有让人冒充街头人将他骗来月落时的一样 到后来被悄悄调换的小泥猫 他终于发现这一切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剧 魏昭只是利用他抓他师父 他却是入戏太深沉迷其中 还一心想成为他的萧夫人 结果自己就是一个天大的孝王 他恨自己太过天真太容易相信别人 才给师父带来无妄之灾 魏昭本想用江慈要挟裴炎和萧无侠 小泥猫中的密信却揭开了江慈真正的身份 原来他竟是欺王遗孤 卢于本想好好利用他的身份 却传来卢大郎死在京城的消息 这些年要不是皇帝将他的儿子留在京城为止 他早就带着镇远军返了 现在失去了儿子他已经没有顾虑 他将儿子的死归咎于皇帝 立马救命人除掉裴炎直取京城 殊不知卢大郎的死都是荣誉蝶的阴谋 裴炎还在计划如何救出江慈 却遭到卢于突然围攻 危急关头他依旧打算拼死营救江慈 却被手下打晕带走 与此同时 萧无侠正在审问燕霜桥有关七王的事 却从他口中得知当年是萧海天出卖了七王 因为七王当时隐居在月落 只有萧海天知道他的下落 就是萧海天杀了七王 就是伤害七王的凶手 萧海天绝不是背心气质 同时洪杰也传来卢于谋逆的消息 魏昭来不及多问 立马带人营救江慈 他与逃出来的裴炎达成共识 两人放下私人恩怨阻截卢于 齐心协力营救所爱 难怪你对他穷着无事 原来我们是一个目的 就是想利用他 窃纯之女的身份 对吧 齐王窃纯是你的父亲 你的母亲叫燕淑婉 是我的姐姐 我是你小姐 江慈终于从师父口中 确认了自己齐王之女的身份 而他的师父实际上是他的小女 当年燕氏姐妹本是魏伯的杀手 被安排在齐王身边窃取情报 姐姐燕淑婉被齐王的正直善良所吸引 两人见生情愫两情相悦 后来齐王初始月落 谢彻却以先帝病重为名 将齐王骗回京城转禁宫中 当时的燕淑婉已经怀有身孕 燕氏姐妹为了救出齐王 假意挟持齐王逃走 在萧海天的帮助下 三人藏在月落隐居下来 不料齐王被肖海天藏在月落的是被发现 卢瑜以月落挟持齐王为名率军攻打月落 齐王卫护两国百姓决定跟随卢瑜回朝 他深知此去凶多吉少 便将妻子托付给燕双桥 并写下书信藏在小泥猫中留给未出生的孩子 不料这一别境成了永远 后来燕氏姐妹收到齐王死在月落的消息 肖海天在众人眼中成了齐王之死的罪人 月落也遭到灭顶之灾沦为大梁的属地 却不知谢彻才是事件的始作俑者 得知恶耗的燕书婉悲痛欲绝 生下江慈后便离开人世 从此燕双桥带着江慈隐姓埋名隐居在江家村 以师徒相称掩饰身份生活了二十年 要不是江慈意外下山与魏昭相遇 这个秘密恐怕一辈子都没人知道 江慈虽心细魏昭 但也不会轻易原谅他的欺骗 我拒绝侯爷 不代表就会原谅你 江慈对不起 他下药将魏昭明晕 带着师父逃出月落 结果再次被魏昭追上 魏昭为了替父亲讨回公道 势必要从燕双桥口中撬出真相 却被燕双桥告知萧海天当初卖有求荣 才换来姐弟俩的荣华富贵 魏昭不相信父亲是被信弃义的小人 燕双桥质问他要不是心中有愧 魏贵妃又怎会夜拜其王 当时的情形只能说明萧海天眼见 其王被谢彻软进宫中失事 不能促成梁月和谈才羡慕当今皇上 光凭燕双桥的一面之词 魏昭即使不相信父亲会背叛朋友也没有证据反复 但燕双桥的证词让他发现此事必和当今皇上有关 同时裴燕为了抢回江慈 向谢彻禀明了江慈的身份 谢彻立马下令让魏昭带着江慈回公 还特意派出禁军一路护送 即使江慈想要逃走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谢彻见到江慈便着急忙慌地查看信上的内容 生怕其王留下他杀地上位的证据 这信怎么被阴过了 我在柳门寨不身落了水 这上面的内容你可还记得吗 江慈被迫嫁给了裴燕 不料新婚当天竟是他师父的死期 师父 之前裴燕为了娶到江慈 故意将他其王之女的身份告诉谢彻 他深知母亲之所以反对他与江慈在一起 都是因为门第之差造成的 现在江慈成了郡主 他们之间再也没有阻碍了 为了避免心爱之人被人抢走 裴燕用所有封赏换取一道赐婚圣旨 臣心愿江慈愿用所得赏赐 换取陛下指婚 朕明白了 等策锋大典过后再一把 感觉到自己的春天就要来了 裴燕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容于婉 江慈乃是齐王之女 齐王之女 陛下极为重视齐王学 不日也会策锋他为郡主 母亲既然有所缺 自然会明白董家人和黄家人 我更有帮助 容于婉听说江慈的身份很是诧异 半天没有缓过神来 见母亲保持沉默 裴燕以为母亲默认了她的要求 急忙退了与董娟的婚事 准备迎娶心爱的女孩 结果却遭到容于婉强烈的反对 朝堂的每一步 沙场的每一战 我都是为了陪侍 这还不够 不够 母亲要害如何 我要你不只是危机人臣 要你一路登顶 该设集合 该就尽得 我才如母亲所愿 这是裴燕第一次忡逆母亲 她从来不想当什么久武至尊 只想与心爱的姑娘在一起度过一生 无论容于蝶说什么 她都铁了心要娶江慈过门 容于蝶快被裴燕气疯 她开始计划如何除掉江慈 解决了心头大事的裴燕心理无比畅快 她再次来到与江慈一起来过的面馆 侯爷今天还是一个人来啊 快乐 快乐 同样退掉婚事的董娟也松了一口气 她终于可以和崔亮光明正大的谈笑风声 只是崔亮还不知她攒相之女的身份 没有意识到即使两人相爱也不会有结果 而江慈通过撒娇卖萌 终于说动魏昭带她出宫逛逛 刚出宫她就支走魏昭 悄悄跑到光明卫寻找师父 魏昭又岂会不知她的小算盘 她劝江慈不要冲动行事 现在见面只会让师徒二人陷入险境 齐王的案子一天没有查清 她就会保护好燕霜桥 你们见面只会增加风险 横生之间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结束这一切 荣誉蝶也没有闲着 为了不让儿子毁在一个女人手上 荣誉蝶在江慈册封为永安郡主当天 买同宫女给江慈下路 再嫁祸给皇帝 好在被魏昭及时发现 江慈才逃过一劫 得知母亲容不下江慈 裴眼也顾不上母子情分 直接向荣誉蝶摊牌 东宫毒杀君 还请母亲据食一口 若是我 你又当如何 过去是我未能护好江慈 今后 母亲若再敢动她 秦叔孩儿对母亲不敬 见儿子为了江慈 连母子情分都不顾 荣誉蝶这才明白 自己多年的精心不绝 都抵不过江慈的出现 她绝不允许这个女人嫁进侯府 而裴眼为了避免这桩婚事 被母亲搅簧 再次用忠心护国的承诺 换取皇帝赐婚 去吧 好好准备你的婚事 借助隆恩 流水条条高燃部分就要来了 荣誉蝶与烟双桥未招联手 准备在裴眼新婚当天 对皇帝发难 皇帝是我们共同的仇人 阻止大婚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在大婚之日发难 是最好的事情 未知会失 应该不会错过吧 之前魏昭从烟双桥口中得知 当日他与魏妃在齐王陵墓对峙 魏妃还身体康健 好好的倒在皇帝怀里 并没有任何身体不适 怎么可能难缠而死 魏昭听完顿赶姐姐的死令有蹊跷 便找到当时给姐姐接生的太医查证 却被太医告知 当时魏妃毫无求生之欲 所以才血崩而死一时两命 夫人若于缠乐之灾 拼力求生弃小宝大 尚有一线生机 可是当时魏妃娘娘 内甘长断 骗字不听 下官实在是无礼回天哪 魏昭听完更加确定了 姐姐之死令有隐情 姐姐比谁都渴望孩子降生 又怎么可能没有求生之欲 他怀疑此事必然与皇帝有关 姐姐可能是发现齐王案的真相 才被皇帝下手灭口 而容玉蝶听说魏昭在查魏妃的死因 立马就想到一个既能借刀杀人干掉皇帝 又能阻止江慈嫁入侯府的计策 他将魏妃使他安排在宫中 眼线一事对魏昭坦诚相告 以此获取魏昭信愿 再将魏妃的死引到皇帝身上 同时暗指齐王死于皇帝之手 魏妃发现真相才遭到皇帝灭口 这倒是和魏昭猜想的不谋而合 看到魏昭有所动容 容玉蝶把江慈被下毒一事也扣在皇帝头上 策反魏昭与他联手去对付皇帝 借此砍掉皇帝的左膀右臂 结果魏昭又岂会被他随意护门 他一眼便看出了容玉蝶心里的小九九 夫人不也是要害永安郡主性命的人 东宫下毒这件事 夫人莫不是认为可以轻易地存在陛下的头上 魏昭坦言自己不会和他合作 没想到容玉蝶为了达到目的 直接就抓了江慈的师父 声称皇帝要毒害江慈 用此说服燕霜桥与自己联手揭穿皇帝的真面目 燕霜桥为了早点结束提心吊胆的日子 便信了容玉蝶的鬼话答应与他合作 等到江慈来看望师父 才发现师父被人劫走 魏昭和江慈都怀疑是皇帝所为 毕竟皇帝一直在追杀燕氏姐妹 两人先后进宫试探了皇帝 发现皇帝好像并不知情 于是魏昭想到还有一个人 他立马登门要人 却没想到燕霜桥已经和容玉蝶联手 容玉蝶深知魏昭最在意的就是江慈和魏妃 他便用这两个女人作为突破口 只要魏昭带着光明卫在培延婚礼当天对皇帝发难 不仅可以报魏妃之仇 事情结束后还能带着江慈远走高飞 魏昭想到父母和姐姐的死都与皇帝有关 他在皇帝身边潜伏多年就是为了复仇 如今有人相助如虎添翼 干脆就放手拼死一搏 赢了不仅能夺回所爱 还能借太子登基赦免月落永世为奴的罪名 容玉蝶之急实在必行 只能做好万全的准备 借他的手 的确可以阻止他 也有可能从陛下的罪意 得人当年的真相 魏昭给江慈传信让他安心 他已经找到师父定会护他周全 殊不知他们都掉进了容玉蝶惊惊心不举的阴谋之中 江慈师父直到死 才发现自己被容玉蝶算紧 本来江慈准备在婚礼当天逃婚 趁乱逃出宫去找师父 因为他不爱培言 他不想把自己的余生葬送在侯府那个牢笼里 董娟得知他的想法 决定助他一臂之力 他冒险把江慈藏在自己马车里带他出宫 容玉蝶这边已经准备就绪 与卫招联手将光明卫秘密替换成了长风味 紧接着他让燕霜桥混在宋聘里的队伍中混入宫中 到时候他会亲自将皇帝引到偏殿与燕霜桥当面对峙 他特地交代燕霜桥将随身配件放在聘里中带入宫中 还嘱咐他万一失败切记不可连累儿女 今日之事若成 你可邪将此 远走高飞 我亦可邪眼儿 步步登高 但若是有万一 还需你我同心 万不可脱累儿女 燕霜桥信以为真 跟着宋聘队伍入了宫 不曾想他已经掉入荣誉碟的圈套 而将此纲要逃出宫门 却看见师父的身影 当即放弃了逃婚的想法返回宫中寻找师父 他穿上嫁衣走进大殿纲要和裴颜拜堂 魏招就冲进来阻止 今日大婚 我怕行不成了 发生何事 宫中闯入了刺客 在何处 正在全力搜捕 还请陛下和诸位大人先行回避 同时皇帝也收到荣誉碟在偏殿的消息 他立马带上卫招前往 想看看这个女人又在耍什么花样 结果荣誉碟看见谢彻 就将憋屈了几十年的恨全部发泄出来 他恨谢彻为了全力使乱中弃 又因猜忌害得他失去丈夫家破人亡 而燕霜桥也走出来对峙 只认谢彻害死其王嫁祸给他和萧海天 三人互私的男分高下 荣誉碟指责谢彻残害手足 无情无义得不配问 开门见山展露他篡位的野心 燕霜桥懒得多费口舌拔剑就要了结谢彻 谢彻一声令下卫招带着光明卫冲了进来 不料光明卫中早已混入长风位 两边人马大打出手 直到手中的配剑断裂 燕霜桥才发现自己重剑 荣誉碟早就在剑上徒有剧毒 他很快就失去了反抗能力 因为燕霜桥是七王暗唯一的证明 只要将他灭口 谢彻杀害七王的罪名就算坐实了 一个逼宫改造杀地上位的皇帝 他荣誉碟就有足够的理由讨伐 等到江慈和裴炎发现是有异常 感到是师父已经失去了生机 师父 江慈还没来得及与师父好好告个本 师父就在他怀里永远闭上了双眼 看到伤心欲绝的江慈 魏昭不知该如何安慰 他答应过会好好照顾他师父 现在却以悲剧收场 恐怕江慈再也不会原谅他了 谢彻 你为了掩盖齐王一案的真相 驱使光明卫杀了唯一证人 验伤脏面孔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守得住这个皇位 如何面对天下的子民 荣誉碟千算万算 没料到皇帝早有不拒 这一局他彻底输了 裴炎发现母亲犯下大错 赶紧冲出来带母受罪 陈裴炎 愿带母亲受罪 请陛下饶恕母亲一时糊涂之举 起来 裴炎还是低估他母亲的自保能力 即使犯下滔天大罪 他也有筹码让皇帝放他一马 荣誉碟拿起谢彻送他的定情信物 就要自吻 谢彻看到发赞果然想起 他们之间的曾经 最终顾念旧情 并没有追究荣誉碟的罪行 真不会杀你 但朕永远不想再见你 你的余生 就在清兴安 念佛仇经吧 魏昭身份已报了 今日便是他死期 宁臣魏昭 抗之不尊 祸乱超纲 其罪当死 流水迢迢 罪虐心的时刻终于来了 魏昭月落少主的身份被谢彻发现 谢彻将他削官为奴打入斗奴场 自身自灭 面对成千上万的奴隶同时发起进攻 赤手空拳的魏昭又该如何自救 将此还望 好也十一元神 救出魏昭 之前荣玉蝶逼宫失败 谢彻虽顾念往日情分并没有追究 只是伐荣玉蝶前往寺庙超经赎罪 但风平浪静的背后是波涛汹涌的暗流涌动 谢彻怀疑魏昭已经背叛了自己 才让长宗魏混入光明魏中 猜测魏昭这么做必然是处有因 于是让人前往边境查探魏昭在梁州发生的事 三郎从梁州回来之后 总感觉让人捉摸不透 总人到梁州去查探 那个三郎在梁州发生了些什么 而这一查也意味着魏昭的身份即将暴露 自从师父死后 将此也陷入了痛不欲生的绝望之中 他用不吃不喝惩罚自己害了师父 也恨魏昭知道师父与荣誉蝶的计划而不告诉他 才导致师父被别人算计惨死当场 你明知有危险 这还是为了你的目的 是他生死不苦 是你逼他了 是你逼死他了 我恨你这辈子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你给我快拿 魏昭不敢奢求江慈原谅 毕竟他曾答应过江慈会护他师父周全 却没有做到 他将烟霜桥的遗物归还 希望江慈能带着师父的信念重新振作起来好好活下去 可江慈哭得撕心裂肺根本不听劝 魏昭自知劝不动江慈 只能找来崔亮相权 在崔亮的开解下 江慈终于接受了现实 他亲手给师父雕刻牌位 悄悄供奉在衣柜里 结果还是被钉烧的眼线看见 皇帝随后就带人冲进来 声称燕霜桥是弑的逆贼 直接烧了燕霜桥的牌位和遗物 眼看师父留下的唯一念想被人焚毁 江慈再次崩溃失声痛哭 这是他留给我们衣的东西 你们为什么连衣甲奸将都不肯留给我 而庄王也借此事大作文章 意图利用齐王案扳倒太子登上储君之位 他将皇帝杀地上位的丑事传遍大街小巷 再怂恿太子去除皇帝的眉头 询问齐王案的来龙去脉 好让太子触怒龙颜被皇帝责罚 结果皇帝并没有生气 倒是让他生出了除掉江慈的想法 江慈上在一日就会有人拿旧事大作文章 太子还想通过家宴 解开皇帝与江慈之间的心结 结果反让庄王有了可乘之机 太子庄王和江慈各在宴会上给皇上献上一道菜 可偏偏皇帝喝完江慈送的粥便当场中毒昏迷 江慈也被打入大牢接受审判 魏昭听说爱人有难立马赶来亲自审问 可江慈除了解释自己没有下毒 其他的他一无所知 他不明白到底是谁费尽心机要陷害自己 本案未完 你可得撑住了 别就这么死了 直到发现想害死江慈的竟是当今皇帝 魏昭和裴炎这对情敌忠于摒弃前嫌联手就爱 之前皇帝在家宴上喝了江慈送的粥中毒昏迷 负责此案的大理寺一口咬定是江慈所为 失去师父的江慈心存死至 没有丝毫辩解的意思 魏昭一开始怀疑凶手是江慈的贴身丫鬟 毕竟此人是皇帝安插在江慈身边的眼线 可丫鬟却自证自己绝对不会背叛江慈 死结衣袖是奴婢趁没人时拼命抢回来的 若奴婢真是奸细 为何要冒着杀头的风险 又为何要承认汤庚是出自奴婢之手 魏昭看他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便重新整理了案情 按照江慈的口供 当日皇帝只吃过庄王太子和江慈送的食物 为何大理寺偏偏偏咬住江慈不放 能指使大理寺的只有谢扯 祭司三番要对江慈下手 你是陛下的 这局很可能是他自己做的 看来要想救出江慈不能揭穿真相 只能将士君的罪名引到庄王头上 得知江慈身陷淋雨的裴炎心急如焚 他很快猜出定是皇帝所为 当即决定祸水东引栽赃给庄王 再利用太子救出江慈 这倒是和魏昭的想法不谋而合 两人当晚都派出随从潜入庄王府邸 偷出庄王给皇帝切菜的刀具涂满剧毒 随后便传出太子妃中毒的消息 太子妃是用了家宴当天太子承给皇上的吸收水所致 而且与皇帝中的毒一模一样 凶手江慈身在牢狱 太子妃却中了和皇帝一样的毒 足以说明凶手不是江慈 裴炎命远将刀具扔在野外 再将消息透露给太子 果然太子拿着证物找到裴炎这个局外人 让他帮忙出主意如何处理 裴炎建议他把证据交给御史台 想必御史台定能查出真相 太子和庄王都相互怀疑是对方陷害自己 魏昭和裴炎联手准备再给两人加八户 只要让太子和庄王都喜不清嫌疑 大理寺便没有理由扣着江慈 但也要说服江慈配合才行 随即丫鬟就给江慈传来消息 暗示他必须配合二人的计划才能顺利出去 并且给江慈带了一句话 郡主 要两边都吃了 才能活命 只会是让我问你一句 虽然现在便临情所未有的困境 但倘若现在他师父问他 师父要自救 他会如何回答 江慈深知师父的遗愿定是让他好好活下去 便答应重新振作配合卫钊和裴炎的计划自证清白 隔天裴炎就带着太子来审问江慈 江慈暗示一定有人想陷害他又不至于要皇帝的命 加上裴炎在一旁添油加醋 太子自然就联想到庄王想夺敌才这么做 他这是想要过的位子 当即决定会将此事追究到底 同时卫钊也故意挑唆庄王 说是太子容不下他这个亲弟弟才栽赃陷害 庄王果然重击立马找到江慈 教唆他将所有脏水泼在太子身上 太子殿下才是心怀不顾的志愿 就是他害死不救女儿 你只要看志愿是大凶诬陷 本王一定有办法帮你洗脱罪名 梁帝谢彻到底有多阴险狡诈 之前卫钊月落少主的身份被谢彻发现 谢彻将他消关为奴打回斗奴场自生自命 卫钊为了活命在斗奴场九死一生 恰逢此时卫国举兵来犯边境告急 谢彻不得不重新启用作战经验丰富的裴炎领军出征 为了趁此机会救出卫钊 裴炎在谢彻面前献上一计 力见卫钊与他并肩作战 并希望谢彻允许他联手月落前后夹击卫军 谢彻为了快速退兵便同意了裴炎的请求 放出卫钊命他与裴炎一同出征戴罪立功 实则是想借刀杀人让卫钊死在战场上 临走前还美其名曰赐给卫钊一颗保命圣药 此乃疗伤圣药能助你迅速恢复如初 我大量此番能否化险为一 力乎月落就看三郎的 卫钊明知谢彻并没有这么好心 但明知是毒也不得不当面吃下去 江慈得知裴炎救出卫钊十分感激 他终于与裴炎解开了心结 裴炎终于如愿和爱人一起吃上羊肉烫面 而江慈也专门给裴炎做了他心心念念的醉螃蟹 能与心爱之人以朋友相处裴炎已经知足 他亲自向江慈解释师父是死于他母亲之手 卫钊也是被母亲诳骗 听闻真相的江慈终于原谅了卫钊 马不停蹄赶往前线寻找卫钊 而此时的卫钊也在崔亮的诊断下 发现谢彻给他服下的是距离 他此刻担心的不是自己 而是害怕江慈发现他中毒后会担心 于是他拜托崔亮给他施真掩盖中毒的真相 随后卫钊便与裴炎兵分两路收回城池 裴炎带兵支援梁州 而卫钊则与岳将军作为先锋营收复失守的城池 两人商量里应外合夺回城池 卫钊率骑兵进城 结果被卫钊包围死伤惨重 岳将军身负皇帝口谕 要让卫钊人尽其用死得其所 不肯出兵支援 心急如焚的江慈只好之身前往月落搬救兵 大结局卫钊选择与梁帝同归于尽 他到死都没有洗清父亲杀害七王的冤屈 之前卫钊身中梁帝所下的剧毒 可他还是拼死在前线为梁帝卖命 只为完成父亲的遗愿守护一方百姓 最终他与裴炎联手 带着月落和大梁士兵生情未亡 卫钊没有如谢彻所愿死在战场上 还攻高盖主成了三军勇士 谢彻不敢明着动卫钊 便想出另一个陷害月落的法子 准备在三日后封赏大典上炸死卫钊驾回月落 从月落开始 就在月落结束吧 卫钊深知此行凶多吉少 当晚便与江慈完成了洞房花主 事后便给江慈下药让他好好睡觉 独自一人拜完天地便准备参加红门宴 他知道谢彻肯定不会放过江慈 特意让一飞和崔亮守护他的安全 随后便与裴炎一起奔赴战场 他本想当着三军的面 替父亲喜庆冤屈揭穿谢彻的真面目 结果谢彻竟用月落族人做威胁 让卫钊有口难言 你方才说萧海天喊怨 又说月落喊怨 当着这些月落百姓 你尽管说来 陛下有月落百姓来威胁 卫钊望远 不知杀害齐王的真凶究竟是谁 最后卫钊只能求谢彻赦赦免月落 进现奴隶的科政 在裴炎和太子的求情下 谢彻勉强答应 随即他便将魏钊引到摘星楼 讲述了当年齐王之死的真相 当年谢彻为了登上皇位容不下兄弟 潜入月落齐王藏身的地方逼死了齐王 因为萧海天当时帮助过齐王 谢彻要杀了他永绝后患 所以才将齐王之死嫁祸给萧海天 而魏飞也是得知了自己夫君竟是杀父仇人 才被谢彻害死 谢彻为了他所谓的宏图霸业 害死了所有挡他道的人 现在他又在摘星楼下藏满炸药 意图炸死魏钊嫁祸给月落 魏钊绝对不会让二十年前的悲剧再次重演 他拼尽全力拉回离开的谢彻与他同归于尽 以魏钊的身份杀了狗皇帝 大梁皇帝死于宁臣魏钊之手 余真无忧 随着四周的火药爆炸 魏钊也葬身火海 等到江慈赶到 魏钊已经奄奄一息 只是他到死都没能洗清父亲的冤屈 他将月落和江慈一并托付给裴燕 希望他能替自己守护这片他最在意的土 至此他终于完成了背负的使命 用自己的命换来了月落和爱人的安宁 失去爱人的江慈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这里四处都是魏钊的影子 两人的点点滴滴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可再也见不到那道熟悉的身影 裴燕本想带着江慈一起回京 可江慈拒绝了裴燕的庇护 选择守着他们的小家安稳度日 皇帝死后太子继位 裴燕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他终于替月落洗清了杀害七王的冤屈 几年后江慈带着儿子四处行医 再回家时 他仿佛又看到那道熟悉的身影 你爹不是在家 是在家